要不要講一下 我想講一下 這個是 介紹一下 郭老師好 我們當代藝軍的專家 請郭老師來的一句話 不好意思 我在這裡獻籌 真正來講 我是搞工程 我是Mobile 27萬噸 原油LV VLCC的輪跡漲全自動 經過馬六甲海峽 滿載高潮離沙底 船底離沙底只有50公分 那我今天剛剛就看到這個 跟他那個曲線圖 我們的太極呢 只是這樣畫 他剛剛多了一個正 剛好是一正一反 但是還有下面的正一反 這個才是合乎道理 為什麼呢 我們中國人有個道字 道教的道 道德的道 對不對 上面兩撇 大家講陰陽 但是我想呢 這個陰陽兩個字啊 就比較難 尤其在現任 你跟他講煞車油門 他就懂了 快了就踩煞車 慢了就加一點 就煞車油門 剛剛可以過得去 大家跟外面一樣 那個底下一橫是入境隨俗 你在高速公路上 就用那個煞車油門 跟高速公路的速度一樣 在市區再向道 就跟向道一樣 然後自自自自然然自在的去走 那就是道 不撞到別人也不快也不慢 恰到好處 皆大歡喜 這也是道 那剛剛他這個跳舞 我就看了個動作 你看煉氣功的 假設你心情不放輕鬆 那個等級呢 就高不了道德的問題 就是你心裡有個大問題 昨天有一位大師講了半天說 再厲害他就要生氣 就整個破空 事實上呢 就打到他的核心了 就他要生氣了 所以其實就是不要生氣 所以他就是讓你所有的東西呢 通通很好 然後呢 形成代性 所以任何地方呢 都是要這樣 他就停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表現得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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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郭老師的開始 謝謝郭老師的開始 現在接下來 我們要請